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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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進行我們論壇的第一個部分 那剛剛翁前線長有提到 国际部门有提到说 其实一个空间的保存 可以让很多年轻人去接棒 其实在蔡瑞乐舞蹈社的抢救里面 我们也看到 其实这是一个接力赛的过程 我们今天第一阶段 我们就是来谈1999年的抢救运动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陈新芳 陈新芳老师 新芳是我们 算是舞蹈社的第一位行政 其实新芳她今天特别从台东赶上 赶来台北来分享 其实新芳我们想说请邀请新芳来分享 1999年她当时参与 其实那个时候的新芳还是一个大学生 那想说新芳是不是可以先分享一下 当初为什么你会跑来这个舞蹈社去参与抢救运动 就是因为很喜欢跳舞 所以想找一个场域来学习舞蹈 那经过那个中华舞蹈社前面的时候 我就被那个前庭深深的吸引 因为我觉得这个建筑非常的苦涩苦香 有它特别的味道 那天我走进来的时候是黄昏 然后亮着一个黄黄的灯 前庭呢放了一个应该是大同电扇 那种绿色的 卡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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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转 然后我就走进来 让我连接到说 很像是我小时候跟着外婆一起居住的那种生活场景 那走进来就有跟老师聊到天都有报名 然后之后学习的时候 常常就看到大小老师 因为我是跟肖沃婷老师学舞 看到他这个身影就很优雅 很美丽的芭蕾琳娜这样 可是下了课之后就看到肖老师会在 现在舞蹈社这个侧面 原本是我们办公室的空间 然后就由头脚面在那边办公 对 由头咬蕾 然后我就很关心的问老师说 老师你怎么了 你有什么重担这样 后来老师就跟我分享说 舞老师要被拆除的危机 那我就跟老师说 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 就欢迎你找我 我可以帮忙 然后就真的我就接到电话 然后来我就是来做影影的工作 原来那时候就是要开始抢酒 要办公厅会啊 要写说帖 然后要办记者会 所以对 我就是就是跪在舞蹈底板上面 然后就开始哭 这是哪一份 是哪一份 哪一份 然后资料夹 然后最常的修 我们的我跟行政的休闲活动 就是去买资料夹 去买资料夹 是我们在抒压的时候 因为我们需要很多资料夹 跟资料袋 然后帮他们都装打 然后那时候就是经过了 我们的工厅会 然后古迹的审议委员 都在我们舞蹈社的中间 我们就拉起桌子 就变成了一个会议桌 然后在那边开会 当然在开会之前 会有很多的前辈学者专家 会在咖啡的这边位置 然后大家来讨论说 我要怎么样保留的一个策略 然后怎么样写说帖 那段时间 我现在回头去看那个日程 我发现说 哇好急哦 可是我以前回想起来 我觉得大概有一世纪之久吧 我觉得好累哦 怎么每天都过那么漫长 然后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那些日子的周期 我们做了什么事 7月15号 我们办了藏舞的计程会 然后那一天来 我不是只有做行政 老师就是一套舞蹈服装丢给我 然后就我跟Yuki老师 跟你有画家 然后我们就要上了 上到哪里呢 上到屋顶上 我们要到屋顶上面 因为才会有那个危机感 然后那个记者才会愿意帮我们曝光 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严重 然后8月6号我们就要办公听会 8月7号是剧场界第一波的 劲爆视觉行动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想标题的时候 都不知道要想什么 不知道是谁出的 就是说劲爆 没错我们就是要劲爆 让大家都注意到这件事情的危机感 然后8月7号那次的劲爆有多劲爆呢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礼拜 你们刚才发现都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吗 就是好不容易累垮了之后 然后老师就说 好我们下一个要怎么办 然后大家就开始绞尽脑汁 然后可能签没有多久 才想出来一个办法 所以老师想的办法是要把蔡老师 描运动杯的那一个 海报旧帐 然后贴满整个48项 然后老师给我们这个功课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可是明天就要劲爆了 要不然我们就上不了爆 所以我们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 要去哪里印这些东西 那当时我们的邻居就是有一个印刷厂 因为后来我们火灾的时候 办公室也搬到印刷厂 然后我们每天办公的时候 印刷厂就在我们的耳朵后面 好了好了好了 一直转一直转这样 然后现在我的身体都还记得那个声音 那那个我就去敲那个阿伯的门 说阿伯你可以帮我们印这个海报吗 然后就印了一绕又一绕 然后我们义工就开始贴 贴满整个48项的地板 有路跟墙面 然后跟你看到屋子的身上 你看到的地方 然后那个活动办完 我只觉得我的脖子很酸 然后腰也快要关掉了 好下一个就是8月14号又要进爆了 就是第二波 然后就是南平跟家美 他们要站在前面的装置 然后大脚跳到那个水桶里面去 8月18号隔了4天 因为我们前面有这么密切的一个曝光度 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你会得到公部门的一个认同的压力 所以8月14号骨机审议 那个评件的审查会就通过了 通过了我们的骨机的指定 那我在这边跟大家那个 review一下我们的委员 当时参与的有 黄富三教授 张晟燕教授 夏祝九教授 庄永明教授 薛琴教授 李前朗教授 黄博全教授 黄兰祥教授 那时候就是要常常预备资料给这些教授 然后9月23 我们不单单是把这个骨机宝留下来 当时我们指定非常重要的是要指定五行文化餐 是因为蔡老师的缘故 我们才可以指定这个空间 所以9月23的时候 抢救台湾艺术国文化 蔡月月女士和台湾舞蹈室的东厅会 就是由翁金珠委员来替我们来召开 包括了林中水委员 也包括了剧场人士的王莫玲老师 又还有叶老师 还有那个高丽丽甄牧师娘等等 许多的人 10月27号终于公告了 成为市定骨机 28号蔡月月老师返台 但是30号那一天 舞蹈社就失火了 对凌晨 所以我醒来的时候 不是看到报纸 打电话 知道大小老师已经在医院 那其实从7月我们知道第一场活动是7月15 一直到被指定是10月27号 这么密集的时间 然后得到了很多专业的学者 艺术家文化界的支持 还有默默无名的义工们 就是无怨无悔的在这边投入 让社会大众可以关注这个议题 直到现在 就是不停的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传述 无论是古作或者是文化的议题 大家的讨论 让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历史 然后越来越关注台湾的历史 那我先报告到这边 其实刚刚新芳在分享的时候 他其实是把很多当时的那个身体感 因为包括我们 其实那个整个高张 非常高张力才三个 不到三个月 然后其实要去重刺的是 当时蔡瑞佑舞蹈社在1999年 马英九市长上台之后 他们去更改了这个地方的政策 他们要把这个地方拆除掉 所以原来 所以其实舞蹈社 当初他们 萨老师他们用的一个策略就是 要去争取变成指定古迹 那才有办法给他 透过文字法的这些保障 让这个空间可以 因为蔡老师过去开创了 台湾舞蹈社留存下来 那刚刚其实新芳在分享的时候 我们这些过程 今天比较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影片 可是我也在影片中看到 当时就是后来指定之后 其实火灾 舞蹈社发生火灾 那火灾之后其实刚好 蔡瑞月老师也回来在台湾做舞座的重建 那我在影片曾经看过就是新芳有一个非常深刻的镜头 就是他用那个他用水管 对然后他又就是把水整个吸出来这样子 然后还那个整个 对就是整个上面都是水 舞蹈社当时整个火灾之后 那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上面放了很多的帆布 然后因为下大雨之后 其实帆布都会积水 那新芳就 他们就必须用水管 然后去把它把水吸下来 那这个部分我想 我想接下来想请新芳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当时其实也跟蔡老师在做舞蹈 舞座的重建 而且是在这个已经被销毁掉的舞蹈社里面 那那个时候你所深刻的一些印象跟画面 我想请新芳稍微分享一下 好其实刚刚开始火灾的时候 其实大萧老师倒了 然后我们其实都受到很大的打击 都不太有力气马上的来整理跟修复 而且已经被指定为骨骑了 我们也不能擅自的行动 那当时我开始可以做修复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萧大哥跟阿茂格 他们先把火灾的现场处理成一个 人可以进去的状态 但是我们进来的时候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展演的场地 后面画自咖啡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废墟掉下来的那个木材 包括我们那时候因为办了很多的艺文活动 装置啊电视啊 其实都烧毁桌子都在里面 包括萧大哥很多的艺术作品 那我们只能先处理出那个排练的空间 所以其实蔡惠岳老师还有当时来 重建的舞座的舞者们都非常的辛苦 因为在一个很艰困的环境下面重建舞座 那这个屋顶破损的部分就是常常下雨 那时候是梅雨季节 真的是梅雨季节 天天都在下雨 然后就临时借来了几个红色的帐篷 那帐篷没有像现在这么大支 大概就是现在的这样四分之一支而已 所以在表演排练的场域里面有很多支帐篷 那舞者在排练的时候就是会漏水 然后舞蹈的路径要避过干干 然后干干的细凤下园 积水的地方就要放那个橘色 人家卖鱼丢很多鱼在里面那种橘色的桶子 里面都是积水 那因为有时候舞者来去之前 我们都要整理场地 那如果说整个把那个积水的水顶上去的话 地板会是湿的 那舞者就算在我们脱干的状况下 它还是会大滑 而且地板那时候因为梅雨季的禁论 其实都敲来敲去软软的 尤其又是烧毁的状况 所以我们想到的办法就是把上面积水 用那个圆通管的原理稍微吸一点水 然后再把剩下的水对准那个水桶 整个这样子降落下来 其中就是主持人也有问我说 在当中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我觉得除了这些画面让我印象很深刻之外 我觉得我们的身体都会记忆 记忆当时的感受 我可能过了这20年我都不知道 可是我一接到萧老师的电话说 有没有要回来 我马上就腰酸了 我就哇 原来我的情绪累积在我的腰部 然后一讲到那个画面 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喉咙有感觉了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蔡老师 我们在这边工作的所有的舞者 或者是人员 我们不单单是跟蔡老师 有很亲密的接触 然后也包括在这东西中的互动 我们的身体 其实也承载了很多在这边的记忆 我们被影响的不单单是 我们精神还有我们的理念 我们的信仰是相同的 包括我们的身体所领受到的 都会跟着我们一直延续下去 在我们的生活 还有我们所关注的很多层面上面 还有很多 可是我怕你们会听到 会不会太长的时间 我想最后我想请西班分享 就是说 在舞蹈社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其实你也现在当了妈妈 然后甚至也跟先生在台东做传教的工作 那蔡瑞舞蹈社从你大学时候的接触到现在 那你觉得不管是舞蹈社 或者是蔡老师带给你的影响 我想说最后请西班分享这个部分 谢谢 好 因为我昨天跳过了一个就是 在这些舞作重建的过程中 和蔡老师互动的一些深刻的画面 我想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再来补充 那现在这一个题目对我来说 其实我今天一下火车 来到舞蹈社的时候 就是一种静香清雀的感觉 就是回到了娘家 对我来说这边就是家 所以我就赶快绕去前面拍照 然后看看我喜爱的姐弟 大门 还有所有以前在这当中经历的一些空间 所以它是我生命经历的连结很强的一个家 还有一个它是我的理想中的家 它是我的一个梦想 所以在这边的工作 它在这边很多的互动 它影响我很深 像主持人接人问我说 有没有影响到 比如说你怎么跟你女儿对话之类的 我就想到有一次就跟我女儿妮宝说 妮宝你好像学跳舞啦 因为我很想当舞者 可是我当不成 所以我就只好一直把我的梦想 跟我的女儿传承 我说你好像跳舞啦 你好像跳舞之后 妈妈就在旁边开一个咖啡店 然后我可以帮你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米宝就说 诶 这不是蔡瑞月舞蹈演技术吗 我说诶 对吼 所以她已经生殖在我的生命里面了 成为了我的一个心里面的原箱 也成为了我的一个梦想 好 谢谢心宝 虽然这个空间会让她腰酸 然后会让她觉得喉咙很呛 不过这个地方就是成为她一个生命中很重要的这个家 那今天我想也很机会也很难得 我们在场的朋友们 我们可以让大家可以问问题 互动关于刚刚心芳分享的部分 有没有朋友想要问问题 我想请叫心芳老师 那你当时刚毕业也是蛮年轻嘛 对 可是怎么有这么一个胆识跟这个毅力 孔大 我不敢说孔大 我只是说 这个敬…在这种当前的那个政治气氛 而能潜心吐努是要让我们敬佩 是基于最重要的一个精神资助是在哪里 给我们分享好吗 谢谢 好啊好啊 我刚才没有讲仔细 第一个就是我很喜欢舞蹈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我看到了一个舞蹈的典范 所以蔡热月老师还有萧卫廷老师 萧卫老师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佩 所以我就是觉得说 我可以在他们身上可以学习到很多 第二个就是说 我就是龙龙的大学生 没有在想自己的未来 然后也不知道社会的处境 我觉得我应该 我那时候是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我是在舞蹈社里面学习 在这些互动里面 还有跟很多跟老师 有看到很多的专家学者 提出来那么多的意见跟分享之后 我才发现说 原来我所生活的环境 我的处境是离不开社会的 也离不开政治的 那时候我是很害怕 就我不太懂 我也不明白 所以我在当中我会一直不断的在思考 然后判断哪个是对的 其实在我那个年轻的历程里面 我觉得那是一个 他中间会有挣扎 可是也有很大的学习 那我觉得学习到现在 我觉得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还有被老师教导 我觉得那是伸脚 眼角一直跟在旁边 然后看到很多人的付出 让我真的学习到说 很多事情 就是你要正面的去经历 然后要正面的去移展 然后我觉得当中训练了我很多的忍耐力 然后跟坚持跟毅力 我觉得真的是在这当中所学习到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 那个不要逃避 是因为来自于对生活 对社会处境的关怀 我觉得这个是我以前不曾注意到 那从蔡老师的身上 其实我觉得在这么困难的处境里面 蔡老师的坚定跟毅力 一直花有一种他的谦卑在里面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好好的学习 但是虽然还做不到 可是就是一直往这个方向去行进 然后不断的在思考 知于我 知于上帝的公义是什么 然后上帝需要我们来通行的 是怎么样子的道路 谢谢新方的分享 那我们的论坛就先到这边 先第一阶段先到这边 对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 新方是从抢救舞蹈社的过程里面 去感受跟学习 去思考 那其实蔡老师的舞作也让我们 可以去思考很多台湾社会 还有我们跟土地的关系 每一次的论坛都已经湿下了 我们一起去感觉 而顶住了 接下来 我们可以去感觉 这么多的话 已经重新铁了